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30分钟的两岸ING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许您已经留意到 而且还有印象我们的检方市货报 由真中资化身台湾公司的智星 还有新道这两家公司 涉嫌以高薪挖角台湾研发人才案 我想这相信是这几年两岸产业发展进合 甚至应该说是造成台湾核心关键技术 外流的冰山一角吧 那么为了保护我国的高科技产业 防止重要关键技术外流 行政院在上周就是17号的时候 通过了国家安全法修正草案 还有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 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将会送警力法院审议 那么像刚才这起检方获报的 这样子的案件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整个修法显示 我们现行法令规定 是不是有出现了一些疏漏 可以说漏洞 那么这次增修内容有加重的罚则 能不能够达成嚇阻效果呢 我想重点在如何落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资测会资深产业顾问 兼资深研究总监陈子昂来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总监你好 厉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记得在去年探讨这相关的议题的时候 也谈到这个人才外流的问题 当时总监也就触及到说怎么样进行相关的修法 如果再继续刚才我所提到 像智欣 欣道他们当初透过共同投资新创公司的方式 跟中国晶片设计公司合作 在台湾他们私设一个研发中心 并且还以原薪水两倍以上的高薪 就挖角我们台湾半导体的研发人才 其实中国高薪来挖角呢 这几年我们都有听到 那事实上也有外媒大篇幅的报道 如果说像这种台湾境内公司跟中国合作 挖走台湾人才就实际面来看 或说理论上来推 政府要事先防堵 是不是真的还不太容易呢 好厉姐 之前您所讲的这些案例 他们违背的是营业秘密法 就好像员工离子 按照宪法保障呢 感觉上说大家有移动 或者找工作 换工作 转换人生事业跑道的一个自由 可是如果你侵犯了你原本公司的营业秘密 那当然你违背的就是一个营业秘密法 可是营业秘密法呢 虽然有起到杀鸡儆猴的效用 可是呢不管在刑期还是罚金上呢 还是呢有点不够警示的作用 所以呢就像您刚讲的呢 新政院2月17号通过了国家核心关键技术 经济间谍罪 那它的刑期呢就把它提到了5到12年 然后呢并科罚金 罚金也是500万到1亿元的罚金 那这样呢就比较能够起到 重点警示的作用 有这个高法则 至于说比如说我转职 如果到中国大陆去的话 可能就是在员工司是不是要签订协定 这个政府怎么样来管呢 我企业自己管还说政府怎么样来管呢 好厉姐你问到就是重点了 什么叫做国家核心关键技术 因为它针对的是只有核心关键技术 所以它不是说 只要你转换工作 然后去那个中国大陆上班 那你就会违背国安法新增加的 不是 它是针对核心关键技术 那什么叫核心关键技术 这个行政院也讲了 这个是要特别提到 会重大损害国家安全 或者损及台湾的产业竞争力 或者经济发展的 好那像这种就一定要 所以如果我转换工作 不会损害台湾的安全 也不妨碍台湾的产业竞争力 那当然就无关 好可是这个核心关键技术 要谁来认定 对是要由国科会来认定 那您也知道 现在行政院主持法正要改组 要成立新的一个部会 叫数位发展部 然后现有的科技部 也要改组为国科会 所以它希望 关键技术的认定 要由未来的国科会 来订定相关的办法 就是要有配套 要明确 否则刚才我们提点 有三大面向 我们怎么知道说 我这个技术 是不是国家的核心关键技术呢 那时候就会有认定上的一些 反正 所以怎么样来把关 这个是不是也要随时滚动 来做检讨 比如说今年可能是一个什么技术 比如说以晶片 现在是做到什么样的 一个技术的一个程度 那每年的话可能又不一样 就要随时来滚动就对了 对所以企业界或者所谓的工协会 就扮演一个跟产观学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有一个团体 这个团体叫做台湾营业秘密保护 促进协会 这个协会的理监事 主要都是台湾的半导体的法务长 所组成的 所以他们就像您刚提到的 滚动式的调整 主要的会有一些协会 工会或者业者 来跟政府随时来反应 这个单位营业秘密保护 促进协会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 未来会仰赖这样子的一个单位 来定定比较清楚的一个定义 让我们要来把关 比较没有灰色地带 有模糊的地带 好 那提到这个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当中 也会针对就受政府委托 补助或出资 达一定基准从事核心关键技术业务的人员 就回到刚才我们所探讨 什么叫核心关键技术业务的人员 建立赴中国大陆审查机制 为者可处200万元以上 1000万元以下的罚还 这个监管的机制 也就如刚才总监您所提到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吗 还是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好 刚刚是属于核心关键技术 可是呢 就陆委会也修改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就像您刚刚讲的 它不光是针对个人 还有针对法人跟团体 有受政府资助的 那如果是法人跟团体 那目前比较受到关注的 一定是中山科学院 例如在龙潭的 或者在新属的工业技术研究院 或者在台北的资策会 还有高雄的金属中心 等等的这些所谓的研究机构 那这些研究机构呢 他们经常都有受到 经济部科技部的一些研发补助 那当然他们就掌握了 国家的核心关键技术 所以这些研究机构呢 只要你有拿到政府的委托 补助或出资的 出资金的 那这些呢 都需要跟经过政府呢 审查会许可以后呢 才可以去中国大陆 他目的呢 主要是 也是防范啊 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流失 好 这个从国安法的这个立法 增修条文 还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这个部分呢 都是有相当明确的规定 那么看到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承 他也特别说明 这个附入审查对象呢 是接受政府委托 而且一定规模才需要管制 如果是企业自己发展 企业自己来保护 那企业也不用担心国家会 来调取机密内容 只要客观表示相关接触就可以 这个部分就是政府跟企业之间 怎么样来拿捏 这个企业会觉得政府管太多 还是这个部分的话 需不需要在这次增修条文 在修法的时候 是不是要做一定程度的 厘清或确定呢 好 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很好 正好也借这个机会 让企业界或者个人 厘清他心中的疑虑 因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他讲得很清楚 他是有受政府的委托补助 或出资的 好 那例如什么呢 例如我跟经济部申请了业界科专 就是那个一般业界科专 我们是简称的 简单讲就是由业者 去跟政府申请科技专案的研发补助 好 那这个假设拿政府补助我几百万 或者就甚至到几千万 那因为是我拿政府的嘛 那甚至拿智慧查案权 还是由我公司跟政府共享的话 那当然你受政府的委托 你拿到政府的补助 那当然就要受到这样的一个审查会的许可 才能够进行两岸的交流 但是如果我根本没有拿政府的一毛钱 我也没接受政府的委托 而是我厂商自己研发的成果 或者自己的一个突破 那当然就不受到这个的限制 主纪我也纳闷 就是说那如果企业真的有心规避的话 要穿漏洞 是不是也有可能 我自己拿捏对 当然这个也有听说 企业的做法就是说 好我就另外成立一家新公司 那这新公司我可能就放在境外 那个现在有很多成立境外公司 像早期的英属维京群岛 开曼群岛 那当然现在有很多新的境外公司 那我透过这个境外公司 转投资到大陆 转投资过去 假设我公司设在苏州 那很明显的这家公司 它可以想尽办法 以非法的方式 把台湾的技术流到中国 当然如果你硬是有 要用这种非法的管道 伤害台湾国家安全的管道 那当然政府可能还要有更上层次的 可能要去监控在大陆成立核资公司 或者赌制公司 或者在境外成立公司 然后投资中国的 像这个可能也要加以防范 所以如果企业有心的话 真的它可以 就像人家俗语所讲的 道高一词 磨高一丈 但是我们要想 其实一个国家的实力 就建构在经济的实力 那台湾好不容易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我们占有一席之地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想清楚 不过如果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有些人的专业能力 他觉得能够为所用的话 而且有一定的竞争力 或许他的想法也不一样 但是这个焦点的这个面向 怎么样来思考呢 我想这也是在这次国安法 还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法 就是要针对台湾的 国家核心关键技术 要确保我们拥有 这样的核心实力不外流 这是一个当前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为什么呢 我想在稍后节目当中 我们再请总监来跟我们聊聊 为什么在此刻呢 我们必须来进行相关的修法 那相关的影响 是不是会造成某些疑虑或冲击呢 我们节目稍微回来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静在两岸ING节目 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移民署署长钟景坤 自2021年12月3日起 所有在台预期停居留的外来人口 不用担心被通报 查处管制 请尽快来接种免费的COVID-19疫苗 相关资讯可至移民署官网查询 接种疫苗保护您我健康 由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两岸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访问的是资测会资深产业顾问兼资深研究总监 陈子昂 来针对在上周行政院通过了有关国安法 还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法 那么主要是针对台湾的国家的核心关键技术 确保不外流 还有人才的流逝 我想这是针对这几年 有关产业竞争 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部分 继续我们要来关注的面向 就是说或许有些听众朋友会感觉到 我以前前往中国大陆 或说我到其他国家去任职的时候 在有一些相关业务的往来 可能都是一个报备就可以了 未来这个是不是要事先申请 来做一些审查 总监 对 理解 对 没错 各位听众 因为我在公园院前后待了14年 在自测位前后待了12年 所以有这26年 这26年来 当然我也经常代表台湾这边 出差中国大陆 所以在以往 是因为我们在公园自测位 一定要报备 那当然你企业要观光 要商务考察 你企业根本就不需要报备 可是像工研院自测会 或者是中山科学研究院 中科院 像这种 比较是拥有核心关键技术的研究同仁 都要报备 那在以往 报备就可以了 可是未来 要经过审查会许可 才可以出差中国大陆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我许听众朋友听到这 会觉得为什么要管这么多呢 会觉得政府应该是扶植 但是为什么要管这么多 好我们也许来看一些实例 大家会比较有感觉 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像我刚刚有提到 智新新道 透过共同投资 一个新创公司的方式 那么在国家认定会觉得 我们的关键技术 有可能因此就会外流了 那至于其他国家的部分的话 如果从过去一些实例来看 是不是觉得还是有它防堵的必要 因为毕竟现在我们的产业竞争 是非常的激烈 大家如果感觉到说 这一两年我们的台积电 在国际间备受重视 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关键技术 是有必要留给台湾自己 那当然合作或是怎么样的话 研发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好 讲案例 产业界最喜欢探讨的案例 引用的案例 就是液晶面板 TFT LCD 液晶面板本来全世界第一大 是日本 那日本当时台湾跟韩国 几乎都小小的 就有所谓的假日出差 就是产生两种 第一种就是有在日本液晶面板厂上班的员工 他利用六日私下跑到韩国 当然少部分到台湾 因为日韩搭飞机很容易 到台湾还有点距离 所以假日去韩国 把他的想法贡献出来 这种占多数少数是在台湾 第二种就是退休人员 液晶面板厂退休的人员 他把他找到台湾跟韩国 那因为退休拥有很深的技术 甚至拥有一部分的专利 第三种当然就是直接挖脚 直接挖脚虽然有 可是毕竟台湾跟韩国 还不敢大举的采用这种挖脚的动作 怕日本引起反感 就是用这种假日 跟采用退休人员 那各位都知道 台湾跟韩国的液晶面板 从此站稳了全世界前两大 第一大是韩国 第二大是台湾 就把日本的市占率 整个给抢过来 所以日本在液晶面板的市占率 就节节败退 这是在业界 大家比较喜欢探讨的案例 好 非常谢谢总监 您的分享 这样的活生生的一个例子 那我刚刚有提到说 我用比较直白的字眼 就是说政府会不会管太多 就是说对于所谓核心关键技术 对一个国家竞争力来说 这我想不是台湾独有这么做 是不是其实都是必要的呢 对 事实上世界各国 现在都越来越严格的规范 那在以往 我们常常讲地球村 所以在定定标准的时候 常常就是世界各国 大家脑力激荡 然后共同定一个标准 可是自从美中科技战 从川普到现在的拜登 美中科技战形成了一个世界 两套系统 也就是说未来中国俄罗斯 跟一带一路 会有它自己的一套产业标准 而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日本 可能也有自己的另外一套产业标准 那在这种情形下 一个世界两套系统 厂商真过往就很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技术 它很怕流失到中国去 所以美国现在一些重点实验室 甚至重点大学的科系 不准招中国的留学生 已经开始产生 事先防范的味道 所以在以往 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可是在未来可见的五到十年 当一个世界两套系统的情形下 这样的事情会层出不穷 而且可能会越来越规范 好 谈到美中科技战 衍生出来的我们看到 就是有不同的供应链 所谓的红色供应链 或是美国的供应链 当然这也链接的问题的话 应该是未来持续关注的一个焦点 所以包括其他国家 应该也会有类似像台湾这种监管的做法 就是要管理的做法吧 会 例如现在美国积极的找他的盟友 像那个现在跟欧盟 或者他已经建立了四方安全对话 就是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跟印度 四方安全电话 那四方安全对话 感觉上是外交跟军事 可是他们还是会碰触到产业的问题 好 那这是跟澳大利亚 日本跟印度 那当然美国也积极的跟英国跟欧盟 在建立这样的一个体系 所以可能是未来全球的一个趋势 面对这样的抢人的趋势 产业的发展 但是有些如果说 我有这方面的专业 会觉得我可能更有发挥的空间跟机会 我刚有提到就说 有些的核心技术的认定 可能会有企业他自己认定 或国家来做一些标准的规范 那如何来将我们订定的法令 不会造成产业界的反弹呢 这个有没有什么样 可以来做比较好的处理呢 好 我预期 因为就像刚刚行政院已经讲了 希望是由改组后的国科会 来订定相关的一个办法 就是订定了什么叫做核心关键技术 那这一部分 历劫刚刚也提到 是一个滚动式的调整 而这个滚动式 就是要有场观学研 来随时反应跟调整 那研究机构 当然就类似 工研院 社会 金属中心 中科院 这是有关研究机构跟法人 那工协会团体 就像刚刚讲的那个营业秘密 这个协会 当然还有像电电工会 电脑工会 等等的 所以以后厂观学研 会针对这一部分 密集的交流沟通 来做轮动式的调整 这样就比较不会 产生怪异漏腕 或者挫杀 是没有错 没有错 好 那相关的也想请教总监 就是说 以最近很多国家 就争相请台积电权去投资 那每次遇到这个投资案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投审会也都来做审查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 有些技术 我们怎么样确保 我们是拥有的 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外流的疑虑呢 好 首先 一定是用毒资 所以半导体厂到国外 会担心它的关键技术 或者它重要的制程上面的参数 外流 所以他们会采用毒资的方式 第二 因为我该一个晶圆厂 12寸厂至少要100亿美元 那不管是美国 那个众议院 刚刚通过的 它要拨520亿 还是欧盟 也是刚刚通过的 他们都是只有几百亿美元 所以很明显的几百亿美元 不足以拿来盖金元厂 那它拿来是干嘛 补助用 为什么 因为你在我美欧设厂 你的成本 土地 劳动力的成本 会比较高 会比哪里高 当然我对照的是台湾 我如果在美欧设厂 会比台湾建厂的成本 大概多 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所以我编列这个预算 是拿来做补贴 那当然补贴 金元厂就比较安心 为什么 因为你是补贴 而不是投资我 或者是跟我共同合资 那这样就比较 不会有关键技术 外流的疑虑 好 最后请教总监 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 人才的问题 我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说我如果拥有专业的话 当然哪个国家 让我有机会发挥的话 我当然也会有所选择 人才是自由流动的 那怎么样因应 现在比如说 我们看到产业界都在说 半导体人才抢得很凶 我们怎么样因应各国 争抢人才 就是说如果它限制这么多的话 有些会不会一刚开始我就选择去其他地方 不晓得总监您怎么样来看待这样一个现象呢 好 丽姐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周遭已经开始有一些长辈 在安排他们子女的生涯规划 所以这个问题大家都已经很关心了 那初步的做法他们会是希望子女到这种跨国布局的企业 例如台积电或者像鸿海 广达人保这一种 他们有做国际布局 那进这种大企业 当然是争取几年以后 能够被派驻到海外 就以台积电为例 它已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日本的雄本已经设了晶圆厂 现在也正在考虑是不是未来要在欧洲设厂 那假设是欧洲的德国好了 那当然我今天在台湾经过几年以后 那这些厂房分别在2024年开始量产 在这之前我在台湾先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那未来会被争取派驻到海外 那这就是派到海外以后 海外在积极扩展的过程中 唯有可能能够被挖角 这是我周遭一些长辈 他们的一些看法 好我们希望人才还是能够为台湾所用 被挖角我们也是祝福 比如说是不是也许我们就给他更好的环境 或比较让他留得住的薪水 台湾给的薪水应该还不错吧 对现在半导体是人人羡慕的一个工作 好我们努力加油了 我们看到在政府因应这个国家的核心 关键技术能够确保不外流 所以最近行政院通过了相关修法 为了还要送立法院来审议 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 目前看来在朝野立委都是支持的 那么至于系部相关配套修订 我们也会持续来关心的 好今天我们针对阴影红色供应链 台湾如何确保关键技术跟人才 非常感谢我们资测会 资深产业顾问兼资深研究总监陈子昂 提供您非常专业的解析 谢谢您谢谢 谢谢力姐 谢谢各位听众 两岸区节目 我们在节目尾声来关心 昨天在节目当中所探讨 俄罗斯还有乌克兰局势是升温的 因为俄罗斯总统普廷 在当地时间21号签署 行政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 两个分离地区 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 以及卢关斯克人民共和国是独立国 接着也派遣部队 以所谓的违和人员身份 进入到当地了 外界认为俄罗斯这样的做法 是入侵乌克兰的开始 引发国际高度关注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 在今天也宣布制裁俄罗斯 两大金融机构 欧洲联盟成员国 今天也一致同意针对俄罗斯 侵犯乌克兰领土完整 实施一系列的制裁 并且限制俄罗斯 进入欧盟资本跟金融市场 对此呢 台湾的学者 台经院院长张建一分析 美国初步制裁力道 看起来不痛不痒 可以持续观察后续发展 假如俄罗斯进一步 进逼乌克兰 战况升官很可能会导致 大宗物资 价格进步上涨 会加剧通膨压力 那么台湾也可能 会面临输入性通膨的威胁 而新展投资总监办公室 今天发布 乌克兰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报告 内容也提到同样看法 俄罗斯就占全球GDP1.8% 俄乌情势导致经济危机 扩散了风险偏低 带来更大威胁 将是能源价格飙升 而这是在节目当中 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 好 今天节目呢 就为听众朋友进行到这儿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黄历节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时间 空中再会 期待 MING PAO CANADA Karen 居然 完成 帖支囧